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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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超人生少年 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变成一个很贵的人 在我们频道里面呢 95%以上都是一个持家的男子汉 有许多朋友也都是在工业当中努力的 老公朋友跟工区老板或是主管或是 员工 对 像你就是员工 员工用什么在换薪水 用你的生命在换薪水 也就是每个月你把你的生命卖给我们公司 那我们公司每个月赋予你多少钱 一个价钱跟价值 这个价值有可能是精神层面上的 有可能是经济层面上的 还有一种是自我实现的心理层面上 许多的价值呢是外面的人定义给你的 就是 你留多少钱啊 你家里面价钱有多少啊 那有一些价值是来自自我身心健康的 也就是说我虽然你的薪水不高 但是我觉得我做事很有价值 我们先讲一种最普世价值的经济价值好了 怎么样能够赚到很多的钱 比如说在我们人类社会当中有几个结构组织 第一种 你付出劳力所赚到的钱 那到了第二阶层呢 你当你付出了劳力之后 你跟人家花了一样的时间 但是你可以获得更多的钱 但这东西也是有天花板的 等到当你每个月所付出的时间 跟你的技术 还有你的想法跟劳力 它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会变成是用倍数式的成长 所以开始你就变成投资了 你就变成一个资方 那你就可以用在跟人家一样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你可能有五间公司 你可能有二十间公司 那这二十间公司 它每个人都帮你赚钱 你可以赚到里面的10% 但是累积起来 你会超过一般人每个月的薪水 但是呢大家都很爱幻想啦 就是幻想说 你也可以当个投资者炒作股票啊 还是你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 让你可以快速的致富 跟你讲这是不可能的事 不是应该说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事 凡事要一步一步来 通常就是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懂得比别人更多 你的技术比别人更专业 你做得比别人更快 你当然就是可以update到一个程度 那第二个 当如果你的公司跟你的工作 做起来的项目都跟人家差不多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比别人贵呢 我跟你都是做一样的事情 今天我蹲在那边焊接 跟你蹲在那边焊接 我在那边切木板 跟你在那边切木板 你觉得谁比较贵 那也是你啊 为什么 因为你的事业体比较大 还比较小 但是你看哦 这是幻想出来的 也就是说 其实你比我年轻 你的劳力速度应该比我快 但是为什么在社会结构上 大家会觉得 我超人真少年会比你 又哥还要来的贵呢 品牌 法国的社会学家布西亚 他有讲过一个非常经典的名言 10万块的一个LB包包 大家都会觉得很正常 但是如果你在Muji 或者是在UniKuro 买一个包包花了10万块 大家说干你疯了是不是 你花一个10万块再买一个Muji的包包 那这两个都是包包 都一样能装东西 但它差在哪边呢 5号 也就是说在社会学里面 人类会因为符号而给予它品牌价值 而赋予它的消费金额 它会产生一个正比的比例 其实呢 不管在工业产业里面 你也可以用这三个条件去看待 各个产业如何让你变得更贵更有价值 第一种高超的技术 第二种完美的沟通 第三种专业的形象 那前面两种很难去根治 但是第三种专业的形象是可以塑造出来的 你看 所以你的形象不够好吗 去买工具贵吧 所以你的估价单报不高吗 去买个工具车吧 很多人都跟你杀价吗 去买工具墙吧 好啦那今天这集就这样啦 混 你们真的想看工具墙怎么做的吗 想 我也想 大家早安啦 老板愿意让我们拍啊 今天我们要拍一个是 台湾最贵的工具箱跟工具主 看完这集呢 除了你看完工厂的制造流程之外 你也可以了解 以后买工具 怎么样看它是贵还是便宜的啊 通常我们主要 在一个制造业的过程当中 你要看有几个三大项重要的重点 第一个 材料的特性跟材料的厚度 第二个 加工的方式 还有焊接的点 第三种就是后续保护的涂料跟涂装 所以今天非常特别 他们老板非常大气 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的制造过程当中呢 大家可以学到bom place 大家可以学到折床 大家可以学到焊接 跟大家可以学到一个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制成 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懂制成的人 话不多说 欢迎来到天罡 人家酒面到人家的豪宅里面 看意大利的法拉里 我们到人家的工厂 是看2000万的sabagini 你有2000万会干什么 买操跑啊 傻子哦 当然是买机器啦 买机器你设计设计的好 它可以让你买好多台操跑啊 这台很酷 它是台湾为二的机器 当时在意大利生产 找了意大利法拉里的设计师 设计它的外形 那为什么我们要介绍这个东西呢 一开始大家进来 有没有看到原本的材料 长这个样子 那我们要如何把它制造成 豪华的工具墙跟工具柜呢 通常老司机 看到一个材料做出来的成品之后 你就要开始分析它 板材运送过来之后 你要先做雷射切割 雷射切割之后你要折床 折床总共你要折八段 我要跟你切八段 切八段才不是这样勒 切八段才不是这样勒 不是啊 要跟你切八段好难过喔 中间呢 还要经过公牙穿孔 孔术很多的话 你要踩布列斯 这个所有的过程当中呢 跟你最后要上涂装跟上本考呢 它总共的每一个步骤跟每一个顺序 它都是要经过精密的成本计算的 但这间公司很不及成本 很喜欢做很贵的东西 这间已经创业将近50年了 经历半世纪的公司 它们通常都是以一个使用者为本 然后再回头设计 所以我们跟他们的年轻老板聊过 他没有在管你制造吗 那么麻烦的 他只有在管他做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盖醜用 所以我自己公司里面的十几年来 工具墙就是用他们的 那我们的第一个步骤 在我们的图设计完之后呢 使用为本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CAM去画 或者是把它转成AutoCAD AutoCAD之后呢 进到镭射 那话说回来 为什么这套系统要跟超跑一样贵呢 那我们看到旁边它是一个料塔 也就是说 当你这边没有人 大家都下班了 它呢还是会乖乖的把每一个人 这次我们要割2mm的板 这次我们要割0.8mm的 然后我们就会把它分别送下来 然后送到涂档里面 涂档里面呢 当大家都还在下班 已经回家吃晚餐的时候呢 它就会继续割 继续切 而买贵的雷射切割机 到底差在哪边呢 就是它通常割起来 整个细致度会有差 大家去仔细摸哦 你去买那种便宜货 旁边摸出来的边 跟买贵的东西摸出来的边 那个感受就是不太一样 那雷射切割好了之后 我们就要下一代吧 雷射切割完呢 就很像是那个钢弹的小纸片一样 很像这样 所以你看到很多工具柜里面的小零件 或者是小抽屉 它就是用刚刚的那台雷射切割机 把它切出来了之后 在这边拆解 拆解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你是要锤 还是要冲 还是要折 都可以 雷射切割呢也是在工业里面 大家很常会运用到的步骤 所以呢 这个有机会 所以我们再好好的拍一集 跟大家好好介绍介绍 这边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材料 在去年的时候 这铁盘一公斤 大概才二十多块 到现在就差不多四十几块 所以趁现在大家下料的时候 最实战 然后你看 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个赛车 就是我们赞助男台科大 坐这台车 在比赛完之后 把他们的车子 放在我们这里 让我们做展示用 是跟我们之前 跟那个交大那个一样 对 那你们要不要今年改赞助交大 其实我们今年有赞助交大 我今年还是有赞助交大 我今年还是有赞助交大 好今年 我们已经板材 雷射割好了 现在我们要来看 冲床挂钩 走吧 这一站冲床 我们前面呢 可能看到了雷射 它可以割出一些小小的方块 但是呢 冲床也可以 冲床跟雷射呢 你要怎么分辨 其实我们在业界里面 都会看旁边边边这个 有点小弯弯弯区 它如果弯区的弧度比较大的话 我们就会想说 它有可能是冲床的 但冲床跟雷射有一个东西 最无法取代就是这里 就是我们常常看到金属板上 这个帅帅的小LOGO 它其实就是用冲床去冲出来的 它就是靠着中间那个中心 然后上下挤啊 然后它把你的铁板呢 把它挤断 那后面呢 有一排 一颗一颗很可爱 很像活塞的东西 我们以前在CNC 还是车床呢 不是都看到很多一颗一颗刀塔 像左轮左枪一样吗 那冲床的刀塔 其实就是长这样 待会我们要冲个铁板的时候呢 它会冲出不一样的形状 然后有正方形的 有圆形的 然后有凸质型的 还有中脂型的 你就会换不一样的模具 然后去冲 冲床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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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 小碎片都會幹嘛呢?賣回收 或者是你可以重新把它融掉 然後再來去做成下一個新的材料或是板材 那下一步我們就來到折床 折床其實有分成傳統式折床跟現在自動化的折床 在這個步驟其實有幾個東西你要去注意的 一個就是折刀的順序 然後第二個就是你在製塗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們刀折上來金屬是有彈性的 所以你如果原本是200mm 如果你折了刺刀,它會剩多少呢? 不知道還是一樣200mm 但是你的包內包外呢 它是會因為你的厚度而耗足 也就是說你的板如果是2mm厚 所以你就要看你的包外是要幾公分 你的包內是要幾公分 你是要扣掉你的板厚的 這東西在製塗的時候 裡面的工程師裡面也要把它算得非常堅強 不容易的工作 折床也是一個今天如果我們用了一道工序去講解它 會有點可惜 有機會也是可以拍一整齊的一個項目 折床在工業項目當中它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像我們剛剛在拉那個鐵板 讓你覺得軟軟 折床呢 它除了結構能夠讓它變厚度之外呢 它還有一個功能就是 讓你的材料能夠更堅固 也就是說一個板子 你當你折了兩刀在旁邊的時候 它基本上就沒辦法上下扭動 那你折了四邊的時候 它就會以它四邊的對角線的金屬張力 然後去做一個彈性的變化 也就是說 折床折得好 品質沒煩惱 我們來看到這種高級的折床 來跟大家演示一個什麼叫高級折床才能夠辦得到 這是它的拆解圖 好 這個拆解圖之後是要做成什麼呢 做了這個東西 來我們看到這個手推車 漂亮的不鏽鋼手推車 展開圖長這個樣子 它的雷射切割完的圖長這個樣子 有看到 是不是感覺你國小的小朋友就可以畫出來的啊 如果畫得出來歡迎來這間公司上班好嗎 然後呢 它的細節在哪邊呢 請看一下它上面這個這個彎角 它就是在上面每一個高點跟每一個尖點 就平常我們在摸很容易割到手的地方 它全部都做一個反折的阿魯巴阿進去 然後這個折的過程呢 非常的療癒 我們來用影片給大家看 來看是不是非常療癒之非常有趣呢 摺床摺碗了之後呢 下一part就是要到來焊接啦 那我們今天的工具櫃也開始慢慢漸漸的完成了 那後面呢 你就會看到這是一個焊接的區域 焊接呢裡面有分 電焊、啞焊、CO2焊、上頭焊 那今天呢 你在後面看到的其中有一種叫做 Spot Spot你可以把它想像是夾焊 那它是在一個大型的量產做保板的上面 會很常會用到的一種焊接方式 這個步驟呢 除了有人漏焊接之外 那今天又有一個手臂焊接 所以大家很有禁忌的 當我們把上蓋、下蓋、側蓋都做完 也都折完了之後呢 在這一站他們就是要把它四個邊邊 把它變成一個方形 而在這一站呢 你要怎麼樣去分辨 什麼叫便宜形式的工具 跟一個什麼叫搭搭式的工具呢 就是大家可以把你的 所有的金主件的東西翻過來看 當你的焊接點越多 越密集的時候 表示它的成本就越高 有一些工具櫃 它可能翻過來根本就連焊都沒有焊 那有一些可能點一點 那當你如果點的距離越密呢 也就是它的焊強度會越高 但是有一個重點 點的很密 但是不能變形 這也是一個重點 所以它的成本花費 跟它的焊接功力 還有它的人事費 這些東西都會慢慢的累積 累積在你的 就是工具箱的堅強度上面 重點是耗耗學焊接 長大成大氣 好了 我們前面經過折床跟焊接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到最後一個步驟 也就是塗裝啦 塗裝呢 雖然是最後一 part 但是它前面有幾道手續 它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說 像一般我們都會使用的是光板 光板呢 你為了防止它生鏽 我們通常鐵板會上面塗油吧 但是呢 塗油跟噴漆 它是一個絕對衝突的事情 真見打貝的事 雖然說呢 這是最後一個步驟 但是在進行到粉烤的時候呢 你還是要去經過去油啊 然後要清潔啊 然後最後才是把它烘乾 烘乾完之後呢 才是能夠好好的上你的塗料 怎麼樣辨識好的漆跟爛的漆呢 如果你在工具箱 或者工具櫃下面 有開花的人機 那可能就是它的去油沒有做乾淨 或者是它塗裝的方式 沒有這麼正確 也有一種可能 就是它本身的塗料就是亂噴啊 那我們就跟著這個環繞式的軌道 去進行最後的步驟吧 所以等一下我們拍一顆鏡頭 然後讓大家看到從裡面到外面 好 打一邊過來 等一下幫他把背後直接掛在上面 然後你拿掛在上面之後 你就幫我這樣子 這樣子立著這樣子 然後進去拍 那會有點熱喔 忍耐一下 好 拿好一點啦 手夾緊啊 手夾緊 要進去囉 拿好一點 經過藥水的洗禮之後呢 它上面的油脂已經洗得非常乾淨了 油脂呢 跟金屬呢 還有漆面呢 這三個中間 油脂等於就是它的可疑劑 所以呢 如果今天你的工具箱 或者是你的東西裡面 很容易跳扛的話 那其實就是因為中間還有油脂的關係 那我們的攝影師呢 好啦 好了 現在年輕人實在是喔 進不進考驗 好 那我們這一站結束了之後呢 我們就進行到下一站 就是機械手臂的噴土 我們來到本體塗裝室啦 是不是有一種來到高科技科博館的感覺 像在我身後這個很像雷龍的機械手臂呢 它其實因為這個生產線呢 它都是做固定的箱體的大小 本烤呢就是用粉 所以大家看一下這個氣勢 很像是在碗面粉一樣 然後之後呢 就進到烤爐 烤爐之後呢就可以成型了 它特性呢就是堅硬 容易上色 上起來非常的平均漂亮 所以你看 就把這些零件呢 然後一個塊組合 組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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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合組合組合 變成這樣子 但是在這樣子把它組合好之後呢 再一路到組裝區 組裝區 好我們就這樣子慢慢把它裝起來 這個每一個每一個工具箱 跟每一個手推車 它就會服務到每一家的公司 跟每一個工廠還有工作室 沒錯 好經過我們一整天的介紹呢 從材料呢變成雷射 雷射完之後 我們再經過BOBRACE 再折床 折完之後呢焊結 焊結完之後呢清潔 清潔之後完粉烤 粉烤完之後組裝 組裝完之後呢 就變成這樣這個樣子 是不是看起來蓋國衷蓋厲害 等於是用一種最新的高科技 去做最傳統的東西 它做出來的精度跟細緻度 嘖 看真的LV 台灣最貴工具箱系列呢 它其實有分成 牆面式的 手推車式的 箱形式的 或者是 你能想像出來的重型式 那它們有許多的設計 也包含它們自己研發出來的滑軌 或者是呢 它們自己組裝出來的樣子 完全任意搭配 完全任意組合 你要組的像我們工作室講集 也是可以的 雖然說大家都會在網路上 看到一些看起來很像 但是價錢差很多的工具箱子 但是當你手推起來的時候 那感覺就是不一樣 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如何讓你變成一個很貴的人 高超的技術 完美的溝通 專業的形象 有些事情需要你的歲月跟青春去累積 有些事情你只要花錢就可以了 你猜這三個哪一個最貴 你說這三個喔 對啊 我覺得這個看起來最帥 但是我猜 應該是那個最貴 是嗎 為什麼對不對 你們大家是不是想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滑軌做起來不一樣啊 它那是加重型的啊 你可以站上去 你可以站上去 蛤 站上去這裡 好 老闆有一種很囂張的眼神 就說你可以站上去 是不是有眼光 我說比較貴就比較貴 好那我們今天就這樣囉 我們下次再見 拜託 現在有全新上手櫃喔 台中的大學 你們爭氣一點好不好 我們台中的 散度上那麼多 趕快台中看有沒有哪間大學 大家出來比一下 每次去不要做工事了 坐賽車 工業設計系的 不要做公社了 坐賽車 建築系的 不要做建築了 一起來坐賽車 我們公司也想要放一台賽車好不好 希望有一個哪一個大學 你可以找我們當槍手 不能當槍手啦 好像當槍手不太好 你可以找我們當散度長啦 不要當槍手 我們旁邊從旁指導 可以放一台車在我們公司裡面 大家看到剛剛有換過七個模具 但其實呢 這個在製程裡面 它是順序非常重要的 在工業製程裡面 它的排列順序 它是一個要非常經過我的經驗 然後會非常要有細緻的想法 你才能夠把東西做得很精準 也就是說呢 當然有七個模具 但如果你一開始 就開始去切這個直線了 你在之後 因為它每個上下模 在衝的時候 它都會稍微讓鐵板有很微微的扭曲 你就不能一開始把大面積的衝掉 但是呢 你先衝這個方形 再衝這個旁邊的邊條 還是你要先衝這個邊條 再衝這個凸字型 它其實都是跟你的製造 還有流程 還有你最後要的精準度 最準的地方在哪裡 這才會非常重要 才不會你到時候塗起來的時候 你的東西掛不太起來 或合起來也不漂亮 材料都一樣 工具都一樣 差在哪邊 你的經驗 就這樣 下課 CAD 就是Greatus at Taiwan 是為新媒體所創造的全新平台 現在你只要下載Harmine Video 並且訂閱CAD 你就可以提早14天 看到我們超人真的影片喔 掰不 CAD CAD CAD